一个标准动作 三个时间三个人 他们为何如此一致 这三名男子几乎都采用了同样的一种方式 摘下自己的项链递进去来进行点档 一条黄金项链 右眼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陷阱 经济收看本期平安365 这是江苏省长州市一家电脑行的监控网店 2012年11月7日12点44分 一名男子走进了电脑行的大门 在和店员说了几句话之后 他从脖子上摘下了一条类似于项链的物品 并从另一个窗口递了进去 12分钟之后 这名男子拿到了店员递给他的钱 离开了电脑行 两分之后 相同的荧幕在这家电脑行再次出现 11月12日 这一情景第三次出现 这里是平安365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监控镜头所拍摄下来的这些画面 从中您能看到怎样的玄机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监控录像当中 五天之内有三次的典当 地点相同 时间也大致相同 都是在早晨的10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左右 来的呢都是一名男子 如果监控录像拍摄下的仅仅是这样的画面 那我们说它也可能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但是各位请注意看 三名男子来到典当行进行典当的过程几乎是一样的 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就是这三名男子几乎都采用了同样的一种方式 摘下自己的项链递进去来进行典当 如果把这些所有的细节加在一起 您会不会觉得这其中会有一些玄机呢 我们的问题是 这三名男子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他们会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到典当行来典当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就在11月12日 长州市警方接到了另一家典当行的报案 称当天上午10点多钟 有一名20来岁的男子来到典当行 说要荡药一根金像链 当时负责接待的店员 接过这个分量不斤的金像链后 凭经验感觉金像链可能有问题 当时我是拿那个项链先放手里 感觉了一下 感觉那个手感不是太好 还有声音也不是太好 因为黄金的声音很清脆的 那个声音是好像是什么 沉默 还有颜色 颜色它是太黄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这名员工将这根金像链进行了检测 不过它并不是用常规的火烧方法 而是用了一种较新的水空气密度检测方 就是这个放在正常的空气当中 然后再放到水里 放水里 然后把气泡给搞掉 如果有气泡的话 它不是属于在水里头沉的功能 撑出来比中而不对的 很快 这根金像链在空气中和在水中撑的数据出来了 一个东西在水里面的重量 肯定要比在空气中的质量要轻一点 所以它就是每一个金属 它都有自己固定的比重 所以我们就是在撑水的重量 就是为了测它的比重 空气中的质量 然后减去水的质量当中有一个差值 然后再把空气中的质量 除以这个差值 就可以算出这个金属的那个比重 基本上就是像999黄金的话 大概就是19左右 通过这样的检测方法得到的结论 说明什么问题 他足以证明这条金项链是假的 而且当时来典当的这个男子 一看势头不好 项链扔下也不要了 磨头就跑 这更加印证了典当行工作人员的判断 这是一个拿着假项链来典当骗钱的骗子 而且这个工作人员他非常的有责任心 他随后把这个事情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出去 让同行大家都来注意 有这样的拿假的金项链来行骗骗子 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 根据一项网络上的调查显示 南庆市警方抓获五名犯罪嫌疑人 这五人也是把假金项链 当给多家典当行 诈骗金额达十余万元 2013年1月犯罪嫌疑人郑某 利用镀金项链和伪造的身份证 在江西省重乡市多家典当行内 偏许人民币三万余元 一条金项链满天过海 让电当行顺时躺住 一辆汽车顺手摸瓜 实现一人圆形毕落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多发的案件 让长州警方对此类警情非常重视 在接到报案后 马上对此案展开了调查 与此同时 监控画面中的那家电当行 也看到了丢收局里的信息 那他想不对啊 中午不是已经收了一根了吗 然后他就回过头来 把那个金项链拿出来 看 那跟这个总经理反映之后 把这个检查的确实是假的 林景说的当天中午 就是2012年11月12日 这家典当行第三次 有人来当金项链的时候 得知检测结果后 这家典当行大吃一惊 他们无法相信 做工如此精致的金项链 竟然会是假的 而且还能逃过 他们的检测手段 那么与此次刑警相似的 11月7日与9日收到的 那两条金项链 也是假的吗 典当行他就 翻找 就是前一段时间 收的这个金项链 大概还有两根 发现也是假的 据了解 这三根假金项链重量 都是80多克 独收了三条假金项链 让这家典当行 损失了9万多块钱 而监控画面中的 这三名男子 毫无疑问 都是以假金项链 诈骗钱财的犯罪嫌疑人 据此 长州市警方展开了 缜密的侦查 调取周边的所有的 这个高清卡口的那种探头 包括那种高清的那种照片 然后发现 有一辆车 始终在这个案发的 就是时间段 在这个案发的地周围 都出现了 那我们就把它列入 重点的一个怀疑对象 通过以车照人 民警确证 嫌疑车辆的车主 有重大嫌疑 围绕着车主 民警又做了大量工作 并且排查出了犯罪嫌疑人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 紧张的侦查案件成功告破 五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的落入了罚网 当然案情到这里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 您心中一定会有个疑问 应该说典当行 尤其是柜台的工作人员 对于这些金银首饰 珠宝玉器 有相当的鉴别鉴赏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 在这样所谓专业人员的面前 骗子还能够屡屡得手呢 难道说他们真的有什么 过人之处 另外还有电视机前的 咱们的老百姓 日常如果我们购买 这些黄金饰品 我们又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从长州市警方 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个诈骗团伙 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在长州市多家典当行 诈骗得手7次 诈骗金额16万余元 要说他们诈骗 屡屡得手的原因 不能不先说说 这些假金项链 我们把这些假金项链 拿到了监测机构 做了检测 按照定性判断来说 主要的金含量是在94.94左右 银是在5.8左右 然后如果是银的含量 有5点 百分之5点几的话 我们会进行下一步的检测 就是要把表面挫一下子 看一下最终的主体是什么 拖开以后 外观的看 它里面的金颗 应该是白色的 而黄金的颜色 应该是黄色的 明显就不是黄金 应该有的颜色 经过检测 该皮假项链 共三个款式 每根重量都在80克左右 做工精致 与针项链相差无几 防针性提高 手上颠点 重量相当 而且钩链部分 由经济的厂家印记 材料名称 及材料纯度值 项链的两头 都是老凤翔999 上面有字的 就是纯新的 就是经常工作人员 搬一下 都是软的 然后拿那个火烧一下 都是能变红的 所以他们 从自己公司的工作经验来看 这肯定就是一个 真心的项链 以假乱真的假金链 已经让很多人上当受贫 但是仅凭一条假金链 还不足以完全得手 根据规定 在典当行典当时 需要出示身份证明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 逃避警方的侦查 犯罪嫌疑人还准备了另一样道具 假驾驶证 他们在典当之前 他们在典当之前都做了假的驾驶 照片是他们本人的 但是照片上所有的信息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有的就完全 看了一下 然后驾驶证也没复印 只是登记了一下 这个人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驾驶证号码 因为驾驶证号码 和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 就登记了一下 他的驾驶证号码 然后一看 驾驶证号码是本人的照片 他就相信一边 哦 这个人是驾驶 做工精致 手口沉重 真假金项面如何分辨 精心设计 注重细节 犯罪嫌疑人 怎样满天过寒 清晰的头看 本期平安365 综合在全国各地发生的 此类案件 我们会发现 真正上当受骗的 是一些小的 金银手势的加工作坊 或者是一些小的 典当行 甚至是并不很规范的 典当行 那么这些典当行的 工作人员 大多数都是靠 用眼睛看 用手颠颠分量 看看橙色 包括用火烧 这些简单的 传统的方法来鉴别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谓 到高一尺 磨高一丈 上当受骗 就在所难免 所以我想可能 对于这些地方的 工作人员来讲 也要提高自己的 鉴别能力 包括来典当的人 他的所谓的证件 包括这个手势的 发票等等 对这些东西 都有相关的知识 还有一点 要格外的提醒大家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说到了 这几名男子 来到同一家典当 还来典当 您注意到 他们在柜台前 都做了同样的一个动作 就是把金箱链 从脖子上拿了下来 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 其实它的背后 另有玄机 他们为什么 要这么做呢 人到了那里 点当的时候 他们去点当之前 是把金箱链 挂在自己胸口的 那么然后去的时候 当个餐外面 把这个金箱链 拿下来 还要说 我这个 你这段时间不行 今年 大家也知道 今年经济形势不行 然后他说 我今年不行 我这个钱 现在周转不灵了 抵一下 你先给过两万块 多少钱 你先抵给我 我有了钱再来赎 大概不是这样 比如说 多天里面 感觉到自己的 就是跟真的一样 就不按花银 这也是为什么 三名犯罪嫌疑人 有一个几乎 一模一样的标准动作 他们就是要 当着点赌唐员工的面 才把假金项链 摘下来 这让这些员工 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 让他们以为 这都是天天戴在脖子上的金项链 这帮人利用了 就是 典当行的一种心理 因为他的东西是典当嘛 他不是卖给你 卖给你的话筹 所有权就是我的了 我随便怎么样 暴力把它剪开来 检测都没问题 那关键它是典当 典当的话 你只是放在我这里几天 我不可能暴力把它剪开来检测 如果说是真的呢 那那个后面的后果 人家肯定要找你 这个典当行的麻烦 所以典当行他也不敢 那只能是凭感官 一个拿过来 有罪手感的 然后大概就跟金项链 有这点分量的差不多 像类似这样的 金银手势的鉴别方法 我想恐怕只能到 专业的机构去进行 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讲 您如果去选择购买的话 最好是到正规的 信誉有保证的 这样的商家去购买 当然对典当行来讲 今天的典当行 也不是我们过去 传统印象当中 那样高高的柜台 就像鲁迅先生笔下 所描述的当铺一样 典当行呢 给我们的日常的经济生活 带来了一种新的帮助 不过对典当行来讲 现在也会成为有些 骗子他们下手的目标 所以典当行的工作人员 尤其柜台的工作人员 恐怕也得要提高自己的 鉴别 鉴赏 鉴定的能力了 总而言之 希望大家呢 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 防止这些骗子盯上您的钱包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休息一会儿 是我们今天的危机一课 2013年8月19日 福建省宁德市郊城区一家店铺突发大火 接到报警后 福建省宁德市郊城区消防大队 郊南中队立即赶赴现场 经过消防人员的紧急铺救 明火很快被扑灭 据了解 此次发生火灾的事 伤住两用的密集型民房 起火原因是由于店主做饭时 液化器罐漏气后遇到明火 引起火灾 为消除隐患 消防人员将其余三个液化器罐 进入水中 将罐中残气全部放出 消防部门提醒 家中的液化器罐要经常检查 如发生燃气泄漏时 可将毛巾打湿后 关闭液化器阀门 如液化器罐已引起火灾 可用钢本灭火器 从气瓶口喷射 并及时通知消防部门 精神还可以进入水中